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参加我们生物医药开发协会的企业俱乐部论坛跟联会 再次我代表企业家协会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来的嘉宾有我们中国剧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 史明浩领事 还有杨小军领事 两位都是我们强势来支持我们协会的热心领导 还有我们陈时先生是上海人才中心主任 这里呢今天呢有还有从满地壳来这个特地赶来的雷奇余博士 高兴 今天非常有幸 还有这个ACGT这个公司的老总陈海鑫先生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协会的会长史兴慧先生 还有呢其他这个媒体 多伦多在线 现代日报 广告信誓报 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媒体 我们就不一这个列举了 非常这个高兴呢就是今天能在这里呢 欢迎大家并且跟大家一起来这个抽象这个创业的经验 教训 希望大家能够在海外啊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出来 下面我请这个多伦多总领事馆 总领事那个领事那个死清卫那个死明浩先生那个讲话 一位领事 雅领事 本来的应该是我们的总领事来 因为总领事很忙 所以呢就让我代表总领馆呢 向家中生物医药科技发展协会 年会以及海外创业研讨会召开 表示那里的祝号 参加社团里面的活动 应该说也比较多的也是你们 跟你们联系也比较多的 这个社团呢是02年成立的 也是跟我们科技主任 我们的同事一块 这个三两块弄起来的 至今短短的四年时间 从开始的几十个人 发展到今天的有三百人的会员 而且这里面出现了很多接触的 科学家 研究能源 企业家 这个今天呢 在海外创业研讨会里面呢 要给我们做一些重点的介绍的 都是这些这个精英能物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有机会 能够参加这样的会 在这儿呢 这个我也愿意 也很希望能够我们的总领馆 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帮我们的企业家 帮我们的科技能源 能够跟国内的合作 搭起一个友谊的桥梁 这两天呢 我们呢 正在召开全国的科技外事工作会议